犀利的双眼,逼真的褐色皮毛,三匹狼仿佛要从燕台中跳出,这是燕雕师贾捷的心血之作。 这件狼雕也被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燕文化联合会评选为第六届精品燕台金奖。 已经70岁高龄的贾捷居住在吉林长春,记者近日走进他的工作室,看到了这件狼雕。 这件狼雕也是贾捷创作生涯中最满意的作品之一,燕雕即在燕台上雕刻图案。 制作燕台所需的材料是松花石,老虎,猫咪,熊猫。 在贾捷工作室的展柜里,每件燕雕作品都栩栩如生。 尽管已经雕了40年,但贾捷的热情依然高涨。 这些年,他创作的作品超过300件,他本人也获得了第一届中国工美行业艺术大师,吉林省工艺美术大师等称号。 2017年,贾捷的松花宴作品永乐宫壁画宴,在拍卖行以100万人民币的价格成交。 老人介绍,自己从小喜欢刻画,读初中时就购买一些石料研究制作,也正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就再也没放下手中的工具。 从小就喜欢搞刻刻画画的,所以这就养成习惯了,从中学就开始雕刻,所以一直到刻到现在,就搞一辈子,拿过来不管是什么材料,只要能进行加工,我都要试一试,其中包括松花宴。 谈到自己最满意的作品狼艳,贾捷介绍,其灵感来源于歌手齐琴的歌曲《狼》,他选择了以灰黑为主色调的松花石,又在网络上寻找了很多狼的效果图,历时一个星期完成了创作。 像石,定稿,制作,打磨,上蜡,据他介绍,自己都是根据石头表面不同层次的颜色来设计不同的图案,然后再进行其他步骤,一件作品平均需要制作四五天。 我自己喜欢小动物,但是我创作的东西不全是小动物,什么花鸟人物什么都有,但是以动物为多,因为这种石皮表现动物创作出来, 活里活现非常非常逼人。 由于心存这份热爱,老人的心态也变得愈发年轻,他直言,即使在椅子上坐上一天,也不会觉得枯燥无聊,反而乐在其中。 既是自己喜欢的工作,又是自己热爱的事业,所以怎么做,百干不凡。